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現在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開始我們今天的聚會 請我們一同低頭脈討 請我們一同的起立 請我們聽一段的宣照經文 你們要向神歌頌 歌頌 向我們王歌頌 歌頌 因為神是全地的王 你們要用吾聖歌頌 我們一同低頭討告 愛我們的天父上帝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萬有的主 你是拯救我們 又為我們預備救贖計劃的 我們所信的一位真神 天父我們知道你是配得我們的尊崇 你因為要愛我們的緣故 你甘願成為人 受到人的限制 落到這個地上 用我們去認識你 認識神是愛 以至到我們這些蒙恩的罪人 能夠因為相信你的緣故 我們得到救恩 天父我們多謝你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獻上讚美 向你獻上敬拜 天父我們為我們活在這個世代 我們都是向你獻上感恩 雖然這個世代是充滿罪惡 充滿戰爭 充滿了飢荒瘟疫 但是主要是蘇華哥 我們活在這個地上 我們就會有這些事情 用我們能夠堅守我們的信仰 好好地在地上來活著 主要我們多謝你 因為我們認識你 因為我們屬於你的 主要我們能夠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在你面前 懂得去怎樣去追求你 最多我們願意倒空自己的時候 你就充滿我們 當我們軟弱的時候 你就會叫我們剛強 當我們有困苦的時候 我們可以向你祈求 你就給我們平安 主要我們就 將我們的人生再一次交給你 用我們在這裡敬拜你的時候 真是我們全心全意地來敬拜 主要我們將到今天 我們要獻上歌頌讚美的時間 我們交給你 讓我們能夠跟我們的領事弟兄一同的 有同感一靈的 來去高歌頌讚你 除了我們心中的很多的煩擾 很多的重擔 以至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我們的靈裡面真是得到提升 以至到我們可以向你獻上歌頌讚美 我們都為了你 你僕人所傳的信息交給你 讓我們真是存著謙卑的心 來領受你自己的話語 我們不單止是聽 我們更加是願意去實行 主要我們本來就是軟弱 卑微不配 但神啊你抬舉我們 你叫我們成為你自己的兒女 就讓我們尊重我們這個身份 好好地來為你而活 主要我們求你 帶領我們以下整個崇拜的時間 讓我們全心全意地向你獻上歌頌讚美 祈禱是奉主的命求 我們一同背仲主討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角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刺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並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阿妹 我們仍然贊立 請弟兄令我們唱詩 我們感謝神的恩典 給我們有生命氣息 來到今天早上一同的敬拜 讓我們好像剛才讀的宣兆經文一樣 我們用悟性 我們是明白的 離去一同的去讚美 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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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耶穌寺愛救助 全地高昌 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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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耶穌寺愛救助 讚他 讚美耶穌寺愛救助 讚他 讚美耶穌寺愛救助 全地高昌 讚他 讚美耶穌寺愛救助 永药天使復復教祭 永药尊贵 为依旧出生命 耶稣如堂 默荫无为他仰坛 众一怀谱 在他时来为座 赞他 赞他 食安居民都当赞他 赞他 赞他 永药乐歌赞他 赞他 赞他 赞美耶稣似爱救助 赞他 赞美耶稣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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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岸居民道当赞他 赞他 赞他 永儿乐歌赞他 我们再唱赞他 赞他 赞他 石岸居民道当赞他 赞他 赞他 永儿乐歌赞他 请坐 在耶利米书里面 耶利米先知 在祈祷里面说了一句说话 主耶和啊 你曾用大能和 生出来的宝贝 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诗歌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我唱诗的时候 其实我又喜欢一些很传统的 但好像喜欢一些现代的诗歌 只是一个原因而已 就是盼望有时候一些现代的诗歌 可能大家没唱过 但不要紧要 因为目的就是大家一起学习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从诗歌的内容 能够帮助大家去思想 从诗歌的内容 能够帮助大家 去到上帝的面前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很简单而已 只有几句而已 这首诗歌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 交托在穿硬的上帝手里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 交托在相对手里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 交托在穿硬的上帝手里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 交托在相对手里 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 他命令就难 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在他没有难的事 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 他说有就有 他命令就难 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 他说有就有 他命令就难 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我们再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在他没有难的事 同样是耶和华成就大事 然后这里是上帝的回应 他说我是耶和华 是凡有血气者的神 喜有我难成 喜有我难成的事 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很容易唱 不论有多大有过难的事 教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 不论有多大有过难的事 教托在相对手里 看 看也我话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难 看 看也我话成就大事 在他没有难生的死 看 看 看也我话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难 看 看也我话成就大事 看 看也我话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难 看 看也我话成就大事 在他没有难生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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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 看也我看也不开心的事 看也看也像我们不能做的事 但刚才那首诗歌被我们看到的是 神能够做大事 我们另外又回到創世纪十五章 我们有很多担心 我们觉得上帝 可以不可以的 但我们看一看 在外面 在外面 当我们在户外的时候 能够向天观看的时候 看到的是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摸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亚伯南就信耶华耶华 就以此为他的义 接着这首歌是《主爱如繁星》 其实是新一些 不过其实很容易唱 唱的时候我们学一下作词的人 其实有时候这些现代诗歌 就是很直接的 一讲就讲到你的 一讲就讲到你的心情 我们都可以试一试 我们慢慢唱的不要紧 主的爱如同明亮繁星 也将昏事上伴我路程 总是茫茫朝月天空暗淡微微 这份爱已永不会停 主步跪 话如有张明灯 永在旁 上上为我致忍 总是遥遥路远 他都结伴共行 每步每步每步 旁ky 畑 超上 Mm unlike モ 耶稣说不须惊访 耶稣的爱处处伴我永无寒 重重巨浪亦无巨漂白 尚燕着盼望不放亮光 送边海放随他去深海都往 随他牵引哪怕前路灰暗 上记起他告知沙滩日上 逐日愿背着我永远一起面对苦困 我们再来吧 很幽微的壮士歌 主的我如同明两繁星 也将运事上伴我路程 终时茫茫骤雨 天空暗淡美梦 这份爱已永不会停 主宝贵 华鱼又将灵灯 永在旁上伴我自忍 终时遥遥路远他到结伴共行 每步每步每步都将灵灯 每步每步每步都将灵灯 每步每步都将灵灯 随他去宝贵 随他去深海都往 随他牵引哪怕前路灰暗 上记起他告知沙滩日上 两族人愿背着我 永远一起面对苦困 马大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安息 得享安息 耶稣两坚 耶稣两坚可担当耶稣说 不遂惊放耶稣的爱 处处伴我永无航 重重巨浪 亦无巨漂白 上燃着盼我 佛放两国 随他去高山都闯 随他去深海都往 随他牵引哪怕前路灰暗 上记起他告知沙滩日上 族人愿背着我永远一起 面对苦患 随他去高山 随他去高山都闯 随他去深海都往 随他牵引哪怕前路灰暗 上记起他告知沙滩日上 族人愿背着我永远一起 面对苦患 随他去高山都闯 随他去深海都往 随他牵引哪怕露灰暗 上记起他告知沙滩日上 祝他牵引哪怕露灰暗 他背着我 圆背着我永远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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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背下 第一到第十四節,我們一同來到中讀,預備開始 這次以後,耶穌渡過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亞海 有許多人因為看見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跡 就跟隨他,耶穌上了山,和門徒一同坐在那裡 那時猶太人的雨接近了 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就對肥力說 我們從那裡買餅給食,他說,這話是要試驗肥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肥力回答說 就是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救的 有一個門徒就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對耶穌說,在這裏有一個孩童,帶著五個大麥餅,兩條魚 指示分級,還算什麼呢? 耶穌說,你們叫眾人坐下,原來那地方的草多 眾人就坐下,數目約有五千 耶穌拿起餅來,足謝了,就分給那坐著的人 分與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他們吃飽了,耶穌對門徒說 把盛下的零碎收拾起來,免得有糟蹋的 他們便將那五個大麥餅和零碎 就是眾人吃了盛下的,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跡,就說 這真善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 今天我們有黎牧師在我們當中來到正道 他講的題目是叫做五餅二餘的事逢 我們請黎牧師 鄧主持平安 剛才我們讀這件經文 一定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了 可能在我們過去信主的年日裡面 都不知道看過多少次 你會發現這段經文在四卷福音書裡面 都有同樣的記載 雖然記載是有一些不同 但是是互相捕捉的 就好像拍電影一樣 在當時的場景,有四部不同的攝影機 擺放在不同的角度裡面去拍攝 所以當我們讀這個神跡 或者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們對照平衡 看回四卷福音書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還原整個當時的場景 以及一些細節 所以我今天的講道 也會從這四段經文去交替來看 五餅二魚這個故事 很多時候人都會把焦點 放在耶穌的能力上面 因為耶穌行了一個很偉大的神跡 你看五個餅,兩個魚 就可以餵飽五千人 說耶穌的能力實在太強了 所以我們每次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可以強調耶穌那種的能力 行神跡 但我們也仔細想一想 其實這個神跡是否只是想 單單要去彰顯到耶穌的能力 如果不是的話 那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畢竟這個都是二千年的一個故事 我們要知道聖經裡面 所有教導都是對我們可以有所學習 對我們的生命是有所反省 可以在看耶穌去行這個神跡之前 這個他就會問門徒 應該怎樣去哪裏買餅 去給這些人吃 如果我們看路加這個馬太馬河 我們會看到門徒主動去找耶穌 問他們怎樣 問耶穌怎樣處理五千人的食物 而約翰很特別 約翰是耶穌主動的問門徒 應該怎樣去餵這些人 所以當耶穌說我們從那裏買餅 叫這死人吃的時候 約翰就在那裏做了一個注腳 他說 他說這話是要是厭肥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樣行 即是說其實耶穌 他要行一個偉大的神跡是很容易 但是他已經說 他要透過這個神跡 要讓到門徒 有所經歷有所學習 這個就是要耶穌要試驗門徒 要試驗肥力一個目的 同樣我們在今天的 從這個神跡當中 其實真的給我們看到很多 重要的屬靈的功課 特別在我們的侍奉觀念上面 其實也都給我們很多的教導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在一般的教會 無論大教會也好 中教會、小教會也好 在教會當中 能夠參與會投入侍奉的人數 只是佔教會的兩成至三成 已經很多了 真的 當然很多的侍奉人員 都是靠這兩三成的頂尖會撐起來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 其實很多時候 信徒的侍奉的觀念 是很多時候會限制了自己去參與侍奉 如果你要打破這些侍奉的觀念的限制 其實有幾點我們要知道 當耶穌看到眾人的需要 就問門徒一下 哪裡可以買餅給眾人吃 菲力的回答 其實絕對是沒錯的 他說 就算二十兩銀子的餅 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不夠 現實上 無論是二十兩也好 二百兩也好 怎麼能夠一時間在一個野地裡 可以買到這麼多餅 去讓超過五千人去吃飽呢? 其實不只是單單五千人 馬可福音告訴他們 只是吃餅的男人共有五千 當時不只是所有男人在這裡 有女人、有婦女、有小孩 所以是多過五千的 我們看《馬太福音》十四章的時候 就這樣說 他說 這是野地 事後已經過了 請眾人散開 好望自己去買吃的 這個我們看到 很多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一種困難的時候 很快很理性去分析 他們很快就想到 根本沒有可能會滿足到 五千人以上的食物需要 他只是想到一個最容易解決的方法 他們自己去搞定 自己去買 所以《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提議眾人散開 自己回到自己的村子去買 但是耶穌怎麼跟他說 他說 不要不用他們去 你們吸他們吃 是不是開玩笑啊? 耶穌 我們怎樣去給他們吃飽 用什麼給他們吃飽 所以 在第十七節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患兔 他們的答案 他們的焦點仍然放在眼前 他們看到他們所有的 他說 我們這女主有五個餅 兩條魚 沒錯 現實是歸於現實 眼前的不是五千個餅 只是五個餅 但是 可惜他們忘記了一件事 就是說 是主跟他們說 你們吸他們吃 就是說如果是主的吩咐 叫他們給這些人吃的時候 主就有能力 使到門徒可以給他們吃飽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們還是看不到 他們還是想用人的方法去解決 他們的目光仍然看到眼前 這五個餅兩條魚 於是耶穌就跟他們說 那個來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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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頂前的五個餅兩條魚 如果只是在門徒的手裡 當然不可能是分到給幾千人吃的 但是如果交在耶穌的手裡的時候 那這個就可以是一個輕易易舉的事情 那個來給我 其實是耶穌要讓他們 將他們的目光 不是眼前的現況 不是眼前擁有多少 而是重新轉移到回到耶穌的身上 不是自己 不是現在有多少 那很多時候 同樣很多人 他們都覺得自己很微小 他們覺得自己 是沒有什麼能力可以去侍奉神 也沒有什麼可以幫助到別人的需要 那我們的目光呢 很自然的 常常看到 唉我都不讓誰 他很厲害 他做什麼都行 我真的給不上他的能力 我又沒有誰那麼好的口才 我又不擅長這種工作 我根本就沒有這種的恩賜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看不到自己有的能力 所以就讓那些有能力的人去侍奉就好了 所以很多時候這種狹窄的思維 只是不斷地讓我們看到 或者以為自己 我只有這麼多 我只有這麼多的才能 那我能夠做些什麼呢 其實這種思維很多時候 限制了我們沒有去侍奉 也都是不肯去侍奉 因此我們要將這種觀念去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真的再將自己 只是看到眼前的現況 我們從而很多時候 就忘記了神他自己的大能 我真的沒有頂子妹 這麼多年來 我沒有看過 沒有見過 沒有發現過 在教會裡面 有一個頂子妹 他很願意去侍奉 在夢中生侍奉的時候 神不會用它 我真的沒有見過 即是告訴他們 其實每一個人 無論你的力量多少的時候 你願意被神用去侍奉的時候 神就一定會用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不要覺得 我們這些東西不懂 我們沒有學夠 我們就去推堂 限制自己侍奉 當然有些侍奉 我們需要有一定的一個裝備 但是如果神要跟你說 你吸他們吃的時候 我們就不應該去跟神說 神啊我這裏只有五個餅 兩條魚 因為我們要相信得過神 如果祂要這樣去吩咐你的時候 神就絕對給你有的能力去做到 神也都絕對能夠去幫助你做到 在這個時候 我們自己管的就是說 拿過來給他 將我們自己的所有的力量 能夠做到的 拿過來給他 如果說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那你就應該問主 我們應該怎樣給他們吃 就不是說我不會給他們吃 所以神其實很多時候 會常常的都去試驗我們 好像試驗肥力一樣 去挑戰我們的師父 耶穌明明知道肥力 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去解決 但是他仍然去向肥力 發出這個師父的挑戰 耶穌是有目的 耶穌是有目的 耶穌很希望 分裂這些門徒 原來更加對他有更深的認識 對他有更深的信心 讓到將來他們的侍奉 是能夠更加有力 今天耶穌同樣會對我們發出 侍奉的挑戰 可能這些事未做過 可能這些事你覺得很困難 但是問題是我們有沒有願意去接受 這種侍奉的挑戰 如果我們 沒有了 就玩給別人吧 不要騷擾我了 我不行了 如果在這樣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不願意接受這些挑戰的時候 就會將一個人的侍奉定格了 我們不會可以在我們人生侍奉當中有所跨越 第二就是說 我絕對相信 因為我個人絕對相信 在那天的現場 幾千到一萬人當中 男男女女 不單止只是在場 只會一個的兇仔身上有食物 就是說 應該在場 有其他人都會帶著食物在身上 那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 將這些食物拿出來 為什麼有帶食物的人 沒有拿來給安德烈 我相信大概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想留給自己去吃 這個也很正常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說 他是覺得 我手上的食物這麼少 拿出來也沒用了 但是在人群當中 他是有一個的孩童 他是應該主動的 是主動的 去告訴安德烈 我身上有五個餅 兩條魚 為什麼我說主動 因為安德烈不是耶穌 如果不是這個小孩 他主動的願意 去拿出來的時候 幾千人當中 門徒根本沒有辦法知道 誰身上有食物 更加在小孩當中 所以你會看到 是這個小孩主動的 拿出來 並且在四卷福音書當中 也都沒有去講明 這個的孩童 為什麼把自己 僅有的食物拿出來 可能這個的孩童 想分給耶穌吃 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但我們不知道 聖經沒有去特別告訴我們 我們也相信這個孩童 應該沒有想過 耶穌會透過他的餅 和魚 走出一個這麼偉大的神跡 他只是有一個願意的心 有一個願意交上的行動 雖然他不知道 這些這麼微小的食物 能夠可以有多少幫助 但是他只知道 我只有這麼多了 我有五個餅 兩條魚就交給門徒 或者耶穌用得著 或者耶穌可以有得食 因此 這個孩童 他有一種單純的心 他願意去交上的時候 就很完美地成就了 這個這麼偉大的神跡 這個耶穌所預定的計劃 他就是在當中去參與完成 我們一開始都知道 耶穌自己原知到自己的飲料行 就是說耶穌已經有他的一個工作的計劃 他就能夠完成了耶穌的計劃 我們都想想其實在這個時候 主耶穌沒有這五個餅 這兩條魚 他可不可以從無變幼呢 他可不可以變出食物給眾人吃呢 當然我相信耶穌絕對有這樣的能力 但耶穌卻是不用這個方法 耶穌是要人首先的順服的擺上 他就去成就 我們讀這個聖經的時候 我們看到耶穌行第一個神跡 他在加南的婚宴裏面 沒有酒了 他是叫伯仁先把陸口的水光 注滿了水的時候 他只是要把水變為酒 因此我們知道 我們侍奉神其實首要的 是我們自己 每一個自己願意的擺上 其實表面上 好像我們為神做的事情 但其實我們上升一層 其實我們是配合神的計劃 我們是配合神的工作 我們每一個都是一個器皿 就好像這六口的水光一樣 住滿水的時候 神就在我們身上 行出這個神跡 去成就在當時的工作 教會的工作 我們也有一點要去留意 就是這個小孩子 他願意交上這五個餅 兩條魚 聖經說 一個大麥餅 就不是指到一個大的麥餅 而是用一些很粗造的大麥所做的餅 這些大麥所做的餅 其實在以前 都不能夠拿來做這個憲制 很粗造 一些很低限的食物 甚至乎給動物吃 這些魚是指到一些魚乾 或者是煙製的魚 那為什麼魚又加上餅 很大機會就是 當吃這些粗的白麥餅 這些醃製的魚 可以一路吃的時候 做一個調味的食品 這個大麥的餅 是一些窮人吃的食物 不是一種上好或者最好上等的食物 所以在人的眼中 這些其實都是很低微的一些東西 但是這些大麥做的餅 去到在耶穌的手裡的時候 經過祝福 在祝福、祝祇抹開 遞到眾人的手的時候 眾人就可以吃得飽 也滿足了五千人食物的需要 即使我們今天的能力有多微小 神要求的是什麼 是將我們自己擁有的能力 祂赐给我们的能力去献上 神就会用我们 神没有要求我们 做一些超出我们的能力做的事情 没有要求大家 你去教主一学 你上台港道 你做一些超出你能力的事情 但是神只要求我们 去付出我们自己已有的能力 不要倾向回来煮茶 回来去预备茶点 派茶程序表 在门口做一些的接待 完了你去关心一下 特影子妹 你和一些新来宾去聊聊天 去认识她 其实这些全部 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要要认为 自己的能力就很微小 我都年纪大了 我没有经验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 我真的没有用 我很没有用 是不是呢 所以就算连续 变了被我们逐渐认识的心态 连续小事奉 我们都索性不做 很自然的 因为我们的心态 影响了我们自己 那个事奉的行动 特影子妹不是这样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被神用的时候 再微不足道的东西 在耶稣的手里面 因着上帝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祝福到很多人 我以前在香港玛丽医院做软屋 我很记得很深刻 有一个老姐妹 我在这里做这么久 她又在这里这么久 这个老姐妹呢 很多年来呢 她每一个星期呢 都有两三天 特意很远搭车来 去到玛丽医院 她去到医院那里呢 她去派一些福音单张 是她自己买的 她不需要与务部提供 她不是去 跟这些病人传福音客 但是她会在医院这么大 她去每一个病房 去到每一张病床的时候 她就将一张福音单张 去送给这个病人 她只是说两句话而已 她说耶稣爱你 愿祂赐福你 医治你 但这姐妹 在人来说 一张福音单张 对比一些很大的报道家 或者教会花很多资源 来搞很多报道活动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 但是这个姐妹 她在这张福音单张 她说这个祝福的说话 是很微小 但是我可以很见证地说 当她交在耶稣手里面的时候 这张单张 这个问候 就是成为很多病人 在绝望的伤痛当中 得到很大的安慰 和鼓励 已经很早的人生命 你知道吗 这个姐妹 她不是医院的人 她不属于这个院幕部的义工 但是她去到每一个病房 姑娘认得她 姑娘是给她 入报病房 去拍这张张 这个是不成文的规定 所以你看到 上帝就是这样为她开路 上帝就用了她这么多年 在医院里面 就是这样去祝福了很多病人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 看回一些很微小的付出的时候 不是单单限制于 在教会的侍奉里面 原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都应该是这样行 不要以善小而不幸 我们对一些很小的帮助 其实神都可以用我们 成为别人的祝福 有一次我去到停车场 拍好的车去交费的时候 我去到时候 我前面有一个西人的老太太 她手里面拿着几个银子 但我见到她 走来走去很焦急 你都很无助的样子 原来那个停车 那个收费的机器 只是能够去 你刷卡 你的credit卡是没有 不可以入银子的 我见到她这样的时候 于是我就跟她说 我用了一张卡来给她付钱 其实都是一个几元鸡 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事情 最令我感动的时候 当我给她付钱的时候 她竟然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You save my life 我心想 我帮了你 你跟我说一句 多谢你就可以了 但为什么你会跟我说得这么严重 You save my life 后来我自己付钱之后 我又跟上了她 跟她打同一个电梯 她又问她 为什么你刚才这么急 这么赶 她说我很赶 我真的需要见医生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在她来说 当她在这一刻里面 遇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医生 对她来说 这个appointment是多么重要 但是当她遇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 她又很无助的时候 一点的帮助 对她来说 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她看为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所以在侍奉神或者服侍人当中 真的不要轻看一个小的事情 或者我们能力可以付出的小小 或者我们觉得自己所做的很微小 只要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 你要记住 神一定会用 神一定会用 而且也都带来我们意上不到 一个可能是一个很美好的果效 第三点就是说 我们在马福音六章那里 他看到 耶稣将这五个饼 两条语祝福之后 他首先将这个饼 抹开去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在这个神迹当中 在这个递饼的过程里面 应该就不是一个饼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饼 又变成了一个饼 而是门徒和众人 去传饼的时候 就不断地将这些饼 去抹开分开来吃 所以我们才可以从第十三节看到 门徒将碎的饼 碎的鱼 是收拾起来 装满十二男子 所以耶稣所行的饼 不是一个饼 一个饼变出来 这个抹饼对我们 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其实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其实我们都会经历 我们生命被抹开的过程 就是说我们的生命 都会被神去破碎 正如耶稣赐纳 在他入圣餐的时候 他留在饼内 他意表这个饼 就是他自己的身体 是为世人所写起 所抹开 抹开就是说 他要即将十十字架 他即将承受非常极大的痛苦 他也都要写在十字架上面 为世人成就这个救恩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饼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真正侍奉的人 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被抹开 施行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和祝福 一个饼如果不抹开 都是一个饼 只有抹开了 可能变成了两份 三份 所以能够倍增地去传递出去 所以一个饼只是分给一个人 而抹开了一个饼 就可以分给更多的人 就是说可以能够让更多人 得到帮助 抹开其实就是 好像一个我们被破碎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神会不断地去破碎 我们的生命 那被抹开 被破碎 其实一点都不好受 真的一点都不好受 就好像在我们侍奉过程当中 我们会承受一些 别人对我们的误解 一些在侍奉上面的难处 一些的伤痛 甚至乎是攻击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传道人也好 信徒也好 因为我们承受不起 我们不愿意被抹开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对付自己的软弱 和我们自己的个性的时候 就不能够侍奉下去 又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顶姐妹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的冲突 他们体验到原来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原来人性制都是这么黑暗的时候 接受不了 也不想面对 所以也没有办法去侍奉下去 在有没有想过 跟你一起同工的顶姐妹 同工也好 其实在这些冲突 在这些磨擦当中 其实都是要让你的生命去抹开 因为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 我们很容易在侍奉 很多人的自我当中 很多冲突 很多磨擦 但是神就要让这些事情 这些磨合 来去转化我们的生命和侍奉 所以 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被抹开的时候 我们没有被神去对付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 很长远的去继续侍奉下去 大家知道 橄榄油是怎么来的 橄榄油是将橄榄 压榨才会流出这些橄榄油 即是如果我们想帮助人的时候 我很想安慰他 我很想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神都会让我们 首先经历一些困难 一些苦难 才能够去安慰一些 或者懂得去受苦难的人 这个很正常 就好像 临后一章四节 告诉我们 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持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 即是说原来我们的生命 首先是遭受患难 但是神安慰我们 所以神就让我们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 所以当我们不愿意去承受这些苦难 我们不愿意去被压碎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是帮助不到别人 最后我们来看 就是说 在这个神迹当中 耶稣做了一件 可能很平常的事情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大家吃饱之后 我们知道剩下十二男子 我们在想 其实耶稣有没有能力 行这个神迹当中 让到刚刚好 吃完的时候 又没有多又没有剩 当日是可言 如果吃完之后 哇刚刚好的 没有多一点 也没有少一点的时候 更加显出耶稣 完全掌控一切事情发生 那种能力 哇 多准确 为什么耶稣要 让到有剩下来 有十二男子 这样我们看到 神的供应 除了不单止 去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以外 其实是丰富得超过我们所需求 我记得在上年 国宇部开了一个网上的报道会 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 会不会有很多人来呢 或者我们应该在Zoom里面 我们要用多少的Zoom Room里面 要有多少人呢 我们在聚会开始的时候 看到不断的人 不断的人 这样去 入这个Zoom 去到整百人了 大家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我们以为尽了 但是最后 竟然整个晚上 是超过了三百多人 是进过这个报道会 听过这个报道会 这个是足足我们 所期望的一倍有多 兄姊妹 你相不相信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信心 都没有那么大 但在神的手里面 有什么是可以难成 所以当我们愿意 将我们紧有的能力 或者资源 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神迹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个神迹不需要 一些很伟大超自然的力量 但是神迹真的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发生在我们所侍奉的工作上面 很多时候不是很困难 我们等神迹去发生 我们不是等神迹发生了的时候 我们只是知道 有信心 有资源 去开始服事 而是当我们愿意 去开始服事的时候 神迹就会发生 主的能力就会 跟那些真真实实愿意 去侍奉神的人同在 兄姊妹 我们问问 如果你都很想去经历 神丰富的供应 如果你都很想去见到 神的大能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接受 神给我们在侍奉上的挑战 我们要去抗宽我们的侍奉观 我们要有一种愿意 服事一种的心志 我们要记住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里面 不是无关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余的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重要的 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 我们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们知道犯作任何事情 神已经有祂的定义 有祂的旨意 有祂的计划 就好像耶稣所说 祂自己原知到怎样行的 每一件事情 神知道是怎样行的 问题是我们会不会 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你要记住 神也会给我们有事业 是看我们怎样行 耶稣是要看我们怎样回应 大家怎样行 所以无论你年纪有多大 无论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 在时间在财干 都是很少 少得好像五个饼两条鱼 但是如果我们 好像这些孩童 那么愿意去拿出来的时候 交在神的手里面 就可以成就 好美好的事情 成为你自己的祝福 也都是成为 其他很多人的祝福 每一个人 是在我们年纪大 好像做不到些什么 祈祷一定做到 常常的去 为到教会 特朕会祈祷 打电话 去关心一下 特朕会 做到 聊聊天 关心一下 做到 出来喝一餐茶 关心一下 做到 我们整个都经常喝茶 所以其实 视乎于 我们愿意 将我们 一些时间 去摆上 所以 问题就是 如果神问你 我们已经 是不是 已经在服侍 我们愿意 去服侍神 很多时候 你会看到 为什么我最初 讲一间教会 只有两三成的 信徒 侍奉 其实那六七成 去了哪 不是那里不行 而是很多人 明明是有能力的 但是却是不愿意 不舍得 去拿出来 就好像 当时的几千人当中 有人是有食物的 不过他们 不拿出来 所以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整天都说 我们没有用的 我们真的 什么都不行 很微小的 所以 小到真的 不值得 献给主 你看 谁 谁 为神 做了多少 事情 带了多少 信主 这些 献给神 神会 很多 将来 就会 抢次 他 是不是 这样 甚至 我们很多时候 不是 我们 所拥有的 东西 是 卑微到 微小到 不值得 献给主 好像 送礼一样 哎呀我们这些东西 哪里见得人的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中人的心态 其实我们 知道 不是 这些 微小 这些东西 是微小到 不值得 献给主 而是我们 不舍得 拿出来 就好像 当时 有食物的人 是我们 不舍得 拿出来 不肯 拿出来 不愿意 拿出来 兄姐妹 所以 只有 好像 这些孩童 那样 愿意 拿出来 为主用的时候 神 就可以 让我们 和别人 得到 祝福 我们 成为一个 管道 而去 帮助了 好多人 我们一起 同心 祷告 七千父 我们 在一个非常熟悉的 五饼鱼的神迹里面 我们再一次 求你 去给我们 有 在 一个 的 事用生命的 反省 我们 每一个都是 被你蒙照 我们每一个都是 在 神 在我们身上 有 一个 独特计划 也都 在你的 计划 当中 主要 我们 没有一个人 在你的计划里面 是无关重要 无关系 只不过 很多时候 不是我们 太微小 而 不舍得 去献上 而是我们 不是我们 不值得 而是我们 不舍得 去献上 其帮助 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都 会有 五饼 二元 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 神给我们的能力 就教导我们 很好的愿意 被神使用 无论 祷告也好 关心别人也好 跟人分享信仰也好 主要 这个都是我们 应该有的能力 的时候 就求你 给我们 很好的去 献上 我们多谢天父 为同心的祈祷 是奉耶稣 命祈求 阿们 多谢牧师 跟我们的分享 在我们未唱 回应诗的时候 我们也 在这里思想 牧师刚刚 跟我们的教导 因为很重要 就是我们今天 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们跟人家说话 我说 你怎么看 我们怎么看 就决定了 我们对那件事情的重视 所以 刚才牧师 跟我们提的 就是 神不好 叫我们看这个现况 忘记了他的大能 我们刚才一早的时候 跟大家唱首 诗歌是什么 在他什么 没有难成的事 接着我就跟大家 大家一起唱什么 看 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他说有就有 他明立就立 记不记得 看 看耶和华成就大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很感恩 透过五饼二鱼 给我们做一次的牧师提声 我们神要 我们将自己交给他 有侍奉能力 我们会担忧 我们的侍奉能力 但是好像一个鞋童一样 很单纯的 交出 交出我们所有的 所能够的 他就会成就 就好像这首诗歌一样 奉献 所有 我们不好 不舍得 我们一起唱 请大家一起唱 奉献 奉献所有 开心的 我将所有 奉献 全所有奉献 献与爱我 全归告知 全所有奉献 第二节 我将所有献与耶稣 我敢愿全献与你 靠着此我爱心能力 更慈我天上福祉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献与爱我 全归告知 全所有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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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与爱我 全归告知 怎样呢 全所有奉献 请坐 听者们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 当我们用饼来杯去纪念主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做一次想到 是主耶稣 主动愿意 亲自的 牺牲 他自己的生命 成就救恩 也都主动的 寻找我们 黄思哥 神的话语 做一次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今天是一个蒙恩的人 我们拿什么献给主 神不是要我们 付上所有 神是很想加倍祝福我们 在我们祝福当中 神要去提醒我们 对他的心 我们没有愿意的付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去领圣餐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去 既然到主的 为我们的献上 我们的感恩 我们都同时间想到 我们怎样去 回报 回应神的恩典 这个才是最重要 借助今天 我们所明白的经文 神对我们的教导提醒 我盼望顶展会 真的大家都在立志 大家都不要轻看自己 年老 不是轻看自己的年轻 不要轻看自己的年老 真的 在人生里面 每一个阶段 神就让我们 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去服侍他 基督徒没有退休 在侍奉上 基督徒没有说今天 我们已经做完所有 在地上的工作 也都没有 所以我们真的要记住 我们在黑间领寿杯饼的时候 是立志 我们想一想 如何将我们自己 所有的献上 被煮去使用 我们先为饼和一杯 去祝祭祷告 我们亲爱主 我们感谢你 你已经 去 首先 去尋找我们 爱我们 在创始之前 你已经定下这个 的拯救的计划 你让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力尽忧患 尝信一切 人间的痛苦 在身体上 受到鞭伤 受到破碎 未白开 为的就是 爱我们 去拯救我们 这种爱 比天更高 比海更深 但是 今天我们 可能很多时候 都轻看了这种爱 我们真是没有 去珍惜这份爱 也都没有 好好地 回应这份爱 我们求主 去帮助我们 在神的话语里面 去激励我们 让我们 能够真是 去懂得 回应神的爱 这种的纪念 才是神所喜悦 才是神所需要 我们求你 与约 我们直接 变成一杯 去对你的纪念 亦都 对你的感恩 等候主的在来 之前 我们努力地 为主作供 去感恩 祷过 奉耶稣明祈求 阿们 有没有 特应姐妹 是没有 这个饼堂杯的 如果大家都已经 有杯饼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 去找了水礼 无论本堂 或者爱堂 一定之妹 我们都 欢迎你一起 和我们领受这个饼 我们一起 盈兽这个饼 也都 一起用这个杯 去纪念住 好 下一张时间 给主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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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行徹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抹餅,全著歡喜,誠實的心用法,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張得救的人,天天駕給他們。 師徒行轉二章46到47節,我們一同起立,我們唱三一眾,之後請牧師祝福。 祝福 我用信心同領上大慈福,我願止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愛,並聖靈的感動和交通, 我和善上與我們一位親愛的弟兄姐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 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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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鼎姐妹請坐 我們今天很開心有一位新來賓 跟我們一起聚會 林太的孫女Dorothy 在香港過來探望 應該是探望媽媽的 在後面,歡迎你 鼎姐妹在8月12日 在接下來星期五晚上 其實是嘉南團契 嘉南團契我們有一個訓練 這個訓練就是友誼報道訓練 友誼報道有什麼不同呢? 跟我們好像三福 直接講福音的訓練很不同 不是硬斑斑的 你透過跟你的親友、朋友好 怎樣跟他們建立關係 在交往過程當中 在生活中怎樣去把信仰和分享 很多時候,你也是比較容易 成為一個福音御工 或者你去分享信仰 帶他回教會 究竟怎樣呢? 其實在這個訓練中 我們請了洪順強牧師 是一個很經驗的牧者 他會讓我們有這個訓練 所以我希望導演姐妹 真是好好珍惜機會 有時候我們說我們不懂 或者不知道怎樣做 我們就學 我們真的要給時間學 所以教會是很想幫助頂姐妹 我們去裝備 我們去做工作 所以不要失去這個機會 以這個時間七點半 大家回來去上這個訓練 好 接下來 這個二十一號 就是再一個禮拜之後 就會有我們的方向主日 方向主日 好像在我們主日當中 我們有報導訊息 所謂臨傳道就是今次的講完 人生虎道門 這個都特別很吸引 希望我們都會有些卡印製的時候 可以給頂姐妹去邀請 或者在WhatsApp裡面 我們有一個poster 你就直接發出去 去做邀請 那 神國的原則已經擺設了 需要頂姐妹 努力去邀請大人回來教會 你想想我們一年當中 不是很多次機會 是做了一部工作 所以也要珍惜 找緊機會 你心目中有些什麼對象 親友的時候 好好祈禱 好好地預先去邀請 那 另外一個的報導活動 就是在9月24號 如果同歡一千遊 就是我們會去三文宇繁殖長體 回流 還有去到Chillivet的果園去摘果仔 所以也很吸引 希望你可以努力地邀請 微信主要去參加 這是一個福音餘工 所以頂姐妹 因為要租旅遊巴 有午餐包賣 還有小費 是50元一個 萬一日是很划算的 有食物 我們也會資助 微信主的親友 他們只會判費 大小同價 給他們來 只是收25元 那為什麼不請 當然要收一筆錢 讓他們會值得 這個是一個重視的一個 對他們的一個重視 所以25元已經很 非常合理的一個價錢 所以請大家 預留時間 9月24 你請了親友來的時候 就首先可以去報名 好 那主一學繼續上 其實我上次說 7月30日 就是VBS的截止 其實都是開放的 為什麼我都放進去呢 那開ABS之前 你仍然的大家都好報名 因為仍都有很多空位 那所以大家 沒有以為截了紙 那就不邀請 就是當有機會 你知道的時候 就帶他們來 好 請大家參加 早上和二晚的祈禱會 好 那我們今天報告是這麼多 大家密討之後 之後散會